康瑞颱風逼近 肯定海邊開始出現大浪 沙灘插起紅旗 有遊客竟然冒險晚衝浪 搶趁著大浪享受衝浪快趕 海巡人員靠近勸離 仔細一看衝浪客還不止一人 全被趕離岸邊 龍盤公園風也變大 遊客拍照頭髮全亂 還有些險些走不動 平常肯定龍盤公園這邊風勢 相當強勁 不過還是有國外的客人 來這邊打卡拍照 金家坡有那麼大的風 還是 金家坡沒有啦 體驗一下 有遊客趁著颱風還沒來 趕緊到風景區一遊 就準備北返離開屏東 民宿業者好無奈 一個月來兩次颱風 這次遊客一聽到颱風又要來 馬上訂房全取消 都退掉了 都退掉了 對 大家 就是說他們 如果這種天氣來也沒得完 就不想下來 橫沉半島獵手波警戒區 小琉球風浪 預估下午開始變大 要願望小琉球的物資 蔬菜 水果 海鮮跟乾貨 一箱一箱送上東流線船班 一箱船至少放上了上百箱物資 要確保接下來連續兩天 船班不開 小琉球物資充裕 遊客則是提早搭船返回東港 還有小琉球的居民擔心風雨太大 也先到東港躲颱風 今天在小琉球風浪已經有變比較大了 所以也是會怕颱風影響到 就是如果是根本小琉球的行程這樣 當然 當然 小琉球會比較沒忍受 我們就回來本島這邊 旅股浪高都會打兩公尺以上 所以還是不適合航行的 東流線週四跟週五所有船班都停舍 遊客考量即使到小琉球水上活動也停擺 行程乾脆取消 一浪一早的東流線罕見人潮變少 東森新聞在屏東冒島